Emily!Emily! 我是你的超級粉絲 自從你成立了Youtube頻道之後 我就一天到一刻都看你的Youtube頻道 還有你的IG頻道的Post 我每一個都留意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身原生的家庭是不一般的 再加上工作壓力太大太大 他現在患了情緒病 究竟情緒病買醫療保險可以嗎? 情緒病 一直都是都市人 都市人常見的疾病之一 萬一患了精神科的疾病 可以怎樣呢? 提醒各位 一部分的醫療保險 確是會保障部分精神科的治療 但是買醫療保險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和問清楚 因為其實有幾個Terms 第一個Terms 未知疾病 第二個Terms 是已知疾病 已知疾病 已知疾病是會立入不保事項 另外還有一個條款 完全康復 是可以申請撤銷不保事項 我是大家的醫療保險顧問 DM我聊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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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